- 裝礦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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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最近看到你頻道有很多觀眾問你問題 - 什麼問題 - 有這幾個問題 - 觀眾問你說兔頭 - 啊你這幾個月又消失到哪裡去了 - 哇...就躺床啊 - 啊沒有做其他的事嗎 - 其實我基本上有一段週期都是會這個樣子 - 我也不知道耶 - 可能是心情不好嗎 - 所以有一段時間會突然低潮就對了 - 要等你高潮才會出現 - 可能就跟我個技有關 - 我可能平常是比較自立的吧 - 然後你會看我的影片 - 大家都是自己在拍影片 - 所以就稍微跟人家接觸 - 等我真的需要跟人家接觸的時候才會碰出外面 - 好那下一個問題 - 有觀眾問說兔頭你那個 - 現實動態啊還有粉絲團啊 - 看你在滾幣賺錢 - 那是真的嗎 - 那如果是真的的話有什麼訣竅 - 是真的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訣竅耶 - 因為就是一系列的運氣好 - 前面那三四月的時候基本上都在找 - 買什麼都會賺 - 隨便買隨便賺 - 剛開始就是買現貨 - 還有一些什麼莫名其妙的空氣筆 - 然後就錢就一直在翻倍 - 當然我消失的主要原因 - 也不是因為說五號一滾幣賺飯了 - 就泥潭床上畫手機 - 你就可以滾幣了嗎 - 很廢 - 然後就是一直在看那些東西 - 如果沒有接觸到滾幣這東西 - 我可能那幾個月也就是沒有做事情 - 或是做其他事情 - 好那另外有觀眾說 - 兔頭你現在還有在挖礦嗎 - 有啊 - 因為它就是一個費動收入嘛 - 我之前就有一些CM卡 - 我就把它放著 - 它每個月還是會升遷出來 - 所以我就一直挖 - 挖到現在好像也才0.67顆比太低 - 好那至少有達到可以出京的門檻啦 - 有啊有啊 - 好那下雨還有觀眾說 - 兔頭 - 請問你還會繼續拍趕車系列嗎 - 有啊我最近有這個打算 - 我已經招好我的下個要拍的車子了 - 然後原本的那台K6它還是在我沒有賣掉 - 所以我現在就有兩台車 - 然後還租了兩個車 - 我一直交了兩次錢 - 好那就是我們可以期待就對了 - 完全可以期待我覺得 - 好那去上一題喔就是 - 如果你還有在挖礦的話 - 那你會繼續拍挖礦的系列嗎 - 或者是教學 - 會 - 其實挖礦這種東西我很有興趣 - 雖然說現在只有很多人在拍 - 但我可能會比較拍像是 - 偏非主流的東西 - 舉例來說是什麼 - 是不是大家都在用顯示卡挖礦 - 你可能會想看到有手機可以挖 - 你就拍不同的東西這樣 - 可能手機挖啊 - 或者是用電動挖啊 - 其實顯卡挖礦它不只是說 - 是像你們影片上面看到的那些 - 其實顯卡挖礦還有很多種不同的挖礦 - 我到時候都會整理出來 - 然後分享給大家 - 好那這一題呢 - 是觀眾也比較關心的 - 問了1024次喔 - 那請問兔頭你出現之後會再消失嗎 - 無故消失的原因 -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-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會這樣子 - 莫名其妙的出現 - 就是那個談話一些 - 攝影師你應該知道說 - 我很常這樣子吧 - 就是對一件事很熱衷的時候 - 他會一直做的沒日沒夜的 - 對 - 但是做完之後 - 他好像又失去一個目標之後 - 他就又變成一朵枯萎的花朵 - 枯萎的兔頭 - 然後好像陷入低潮又消失了 - 對然後我之前都不知道到底會這樣 - 就覺得可能就是一個週期吧 - 我一直覺得 - 這樣子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- 一個輪迴這樣 - 我發現說我有 - 就是亞斯伯格 - 那個症候群人 - 了解 - 然後就是他會 - 射角那裡吧 - 好 - 這個剛好延續下一個問題 - 因為你上一支影片有說 - 大概有說到說 - 醫生診斷出說 - 非常高的機率幾乎可以確診就是亞斯伯格 - 那請問一下 - 亞斯伯格 - 在你身上的狀況是什麼 - 有在做治療嗎 - 這個狀況 - 就是我 - 學東西超級快 - 但是 - 我很容易是分心 - 就很容易受其他東西影響 - 我一直去做下去 - 就像前面 - 拍挖礦的影片 - 然後 - 剛開始 - 還很開心 - 但是之後呢 - 就會 - 被其他東西給分散注意力去了 - 所以之後就 - 沒有去拍挖礦影片 - 我這樣子一直 - 來來往往 - 發生這種事情 - 大概有六七次吧 - 每次都是 - 突然搭到一些食事 - 就會突然紅起來 - 然後 - 紅過之後呢 - 就消失了 - 那你可以列舉你曾經 - 就是很有興趣 - 然後紅起來的 - 每一個事件嗎 - 鬼屋直播是一個 - 鬼屋直播那時候很紅 - 我是台灣第一個做國的直播 - 在Facebook上 - 你算是先進就對了 - 那還有呢 - 然後在GT上面我紅過三次 - 其實就是一個遊戲的直播平台 - 然後我剛開始在上面玩那個Minecraft - 就是我的世界 - 那時候有紅過 - 直播到後來就一直很沒有去 - 就一直放兩觀眾 - 然後就下來 - 所以Minecraft是第一個 - 對 - 第二個呢 - 第二個是玩那個GTA5 - 就是小小獵的手舞 - 那時候紅了 - 然後我就消失 - 那時候做到九月 - 然後過了合作夥伴之後 - 我就消失到天台出片 - 那還有第三個嗎 - 第三個就直播那個Pokemon Go - 寶可夢 - 寶可夢 - 在做戶外直播 - 剛開始連續100多天 - 每天直播 - 好像是 - 被逼的那種感覺 - 然後 - 當那個時間沒有連續的時候 - 就開始 - 零零三三就開始刷廢 - 那有第四個嗎 - 第四個就是做YouTube啊 - 你們如果有看過我的頻道 - 你們就會發現 - 我YouTube裡面的分類做得非常零三 - 有遊戲的 - 有車的 - 然後有挖礦 - 然後還有一堆 - 零零中的東西 - 那時候拍遊戲的影片的時候 - 也是有烘過 - 那時候就一直拍具體的影片 - 那個東西烘起來的時候 - 我的遊戲影片就沒有繼續拍 - 再來下一個就是 - 2018 年底的時候 - 拍那個 - K6日記 - 就是在那台 - 老車嘛 - 欸剛剛一拍 - 哇就好多人看 - 然後我就很積極喔 - 那時候連續 - 一個多禮拜每天發片 - 然後到第二個禮拜的時候消失了 - 現在是觸片的時候是兩年後 - 兩年後 - 好那改車系列之後就是挖礦了嗎 - 對就挖礦了 - 哇 - 兔頭的頻道有經過六個 - 起起伏伏的階段 - 那有在治療嗎現在 - 有現在有在治療 - 就是吃一些藥啊 - 然後 - 跟醫生之間也是 - 在各種嘗試 - 因為 - 因為 - 不一定沒中藥多十六五 - 有時候 - 藥吃下去就會像智障一樣 - 沒辦法思考 - 所以就是 - 所以還在找尋最適合你的藥 - 對 - 但是現在的情況好像有 - 有變好就是說 - 我開始 - 想要做的事情 - 像是現在在煮碗放機 - 或者是 - 要拍碗放影片 - 我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- 好 - 會像以前就是 - 這是好的現象 - 好 - 要繼續治療知道嗎 - 好 - 不要消失 - 那下一題 - 有很多粉絲 - 大概有2048位說 - 請問一下兔頭 - 那個加入你的LINE群組 - 你好像都沒有在管 - 然後很亂 - 都是廣告 - 那不像你一開始 - 就是剛才講的 - 非常熱衷的時候 - 哇 - 你天天都在上面 - 帶跟我們互動 - 現在問問題 - 但沒有人 - 然後 - 找粉絲團 - 也找不到兔頭 - 找官方LINE - 也找不到兔頭 - 那請問 - 怎樣才能找到兔頭 - 就是 - 我很認中的時候 - 我會瘋狂回大家訊息 - 那不認中的時候 - 就算有生意上門 - 我都不會想回訊息 - 但是 - 我現在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- 就是 - 因為我 - 給自己是一個目標 - 然後我要一直朝這個目標前進 - 所以我才開始慢慢找了 - 像是 - 小編 - 社群小編 - 那這個訊息 - 不管是從官LINE - 或者群組 - 或者粉絲團 - 都會經由小編來傳達給兔頭嗎 - 對 - 就會找得到我 - 雖然有可能比較慢回 - 但是 - 以後一定會盡快的回 - 對 - 了解 - 好 - 那還有一題就是 - 兔頭 - 請問以後還會開直播嗎 - 其實我一直最有興趣的東西 - 就是開直播 - 但是 - 是我之前的那個平台 - 老觀眾也知道已經被戳掉了嘛 - 但是在Youtube - 我的這個主頻道這麼難開呢 - 就是因為Youtube原算版的為了 - 會拖累之後影片的定員數 - 所以我 - 最根本解決方法就是 - 是什麼 - 我 - 創了一個新的頻道 - 叫做 - 初衝日常 - 開直播都在那裡 - 對 - 然後你們可以在影片下方看到 - 那個頻道有興趣的話 - 可以去訂閱 - 這樣子 - 記得訂閱 - 所以 - 應該說 - 系列影片都會發在主頻道 - 對 - 然後 - 直播日常的話 - 就把它在副頻道來發就對了 - 對 - 除非是大活動的直播 - 才是在主頻道來的嗎 - 了解 - 那最後一題 - 是 - 22萬觀眾都想知道的 - 兔頭請問為什麼 - 今天的背景不是佛堂 - 因為我之前 - 都正在佛堂前面煮放機嘛 - 但是我有一天就很奇怪 - 我就睡覺 - 然後就睡一睡就夢到 - 說 - 欸我們家那個媽祖堂是誰 - 就跑來跟我說 - 你可以不要在家裡煮放 - 叫我們面前煮放機嗎 - 生命脫夢跟你說 - 對 - 叫你不要在前面搞電腦 - 雖然說我是不太信這種迷信的東西 - 但是經過那是那個 - 我們要尊重 - 我們要尊重 - 對對對 - 我們還是就是 - 弄個空間 - 工作的空間 - 對 - 專心的做這些事情 - 了解 - 好的 - 那兔頭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- 我知道消失這件事情很不好 - 我現在也開始找出會消失的原因了 - 希望如果粉絲們還支持我的話 - 就繼續支持 - 很抱歉 - 這段時間又消失了 - 但是這次不一樣 - 兔頭其實是因為生病 - 那也因為生病開始治療 - 那兔頭也 - 這一段時間在治療呢 - 雖然我當他朋友這麼久 - 我會看到他這次的轉變不一樣 - 所以這次特地幫他找了這個 - 不管是工作的空間啊 - 然後 - 要勸他趕快積極的治療啦 - 因為兔頭說 - 他跟我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 - 我也想要變成更好的人 - 所以是被他這句話感動了 - 希望這一次啊 - 開始治療之後 - 不要再無緣無故的消失了 - 好不好 - 我會常常提醒自己 - 不要再犯這個錯誤 - 因為對抗病情的最好方式就是 - 理解自己的病痴 - 什麼樣的情況 - 然後去面對他 - 我相信 - 未來就會越來越好 - 呵呵 -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- 突然被攝影師突襲 - 然後 - 感謝大家收看 - 如果如果有想要說什麼的話 -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-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- 請在我的影片下方 - 按訂閱並分享 - 然後打掰掰 - 傻笑 - 掰掰 - 掰掰